印度又想和中国开战,进行战争预演,推演结果让他们不能接受。 近期,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有点紧张,当然这只是单方面的,中国一直没有当印度是对手的想法,反而是印度无时不刻地不再拿中国做比较,想要超越中国。 而且这种超越不关单单是经济,还有军事。 最近,印度方面有声音传出,印度一旦和中国开战,最后结果会如何? 对于这个问题,印度方面肯定是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,毕竟三哥的脑洞天下第一。 但是,印度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,却并不怎么认为。 他们表示印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,都没有战胜中国的可能。 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?毫无疑问,答案是肯定的。 虽然,中国和印度有著很多神似之处,比如庞大的人口基数,远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等,这些国家兴旺的优点中印都拥有。 但是,印度却不能以此超越中国。 俗话说得好,一步慢,步步满。 虽然在人口方面,印度和中国差不多,而且印度的人口还主要以轻壮为主。 但是,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,拼的是先进武器。 印度在军事技术上面比中国要差不少,至少落后我国十几年,这不是人口多,年轻化能解决的。 众所周知,中国的军工水平高度发达,各种先进武器,中国都能自己建造。 而印度却是武器进口大国,许多武器都是买的外国老旧产品,与中国完全没有可比性。 所有一旦打起来,印度没有任何优势。 而且,想支撑一场大战,经济水平也很重要。 然而,印度的经济和中国根本没有可比性。 要知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,经济总量非常惊人,去年的GDP总量就高达131735.85亿美元。 而印度的去年的GDP总量裁260万零7409亿美元,比中国整整差了一个零头。 所有在经济和军事双重压制下,印度和中国开战,无疑是在自讨苦吃。